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乃至于在世界历史上他也注定是个重要的日子 而且这11月9号在德国人来说还真够神的 他屡屡就标识出人家什么历史的拐点 不信我跟您数数 1918年11月9号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宣布退位 德意至第二帝国中间 1923年10月9号 希特勒穆尼黑政变 1938年11月9号 纳粹党徒水晶之夜 就疯狂迫害犹太人 二十年前 1989年11月9号 什么事 柏林墙倒塌了 二十年前我还年轻啊 我还记得 在电视上亲眼看见 这柏林墙 推倒了 这一眨眼功夫 二十年 过去一料 推墙的那瞬间 好像还在昨天 三城 二十年 三城 二十年 二十年 三城 二十цен 三城 1989 1989年11月9号那一天 记得吗 大批的东德人 听说可以出境 这个消息以后 潮水一样 涌向哪啊 涌向柏林墙 这最早是几十个人 到夜里 11点已经聚集了 三万多人 那民众涌得越来越多 东德那是这个边防警察 在那墙边待着呢 他们已经没法控制局面了 夜里11点过后不久 东德的国家安全部少将 下令打开边界 二千万万万万万x lingerie僻 咱讲具体的 这柏林墙啊 首先是被从东边冲开的 东柏林的青年人给冲开的 当时啊 这些一大堆人 你看着都是这个蓝衣金发 急不可耐 后来人家比方就像什么呢 就像那个动画片啊 为了那个逃生而狂奔的那个恐龙群一样 呼呼呼有声音的 掠过检查站的玻璃窗子 旁边是那个惨白光芒的碳灯 这些人往哪奔呢 西柏林 有一个东柏林的人回忆 说那天晚上啊 十点半的时候 当电话铃响了 他说我的朋友 想带自己的女儿去西边 因为他们听说 就柏林边境通道开放 到那以后呢 他说我这朋友和他这个女儿 他们就看到 看到什么场面 宽阔街道上挤满了汽车 以至于为了停车呀 他们不得不得先朝相反 调反着方向开一段 东德出产的那种 当时样式很笨的那个小汽车 就被裹在这个汹涌人海里头 越过被封闭了28年之久的 巴兰登堡门 他们这小车啊 在人群里头 就像汪洋里的小乌龟颠簸 还有啊 那人们那个情绪啊 大喜过望 一路上都有人用这个巴掌 拍这个车顶 有狂欢的气氛 拍摄 拍摄 有的那个东柏林人啊 带着鲜花塞给士兵 就检察站的士兵 通过那个像洪水掘口一样 向外涌出来的这个人呢 越来越多 这个时候 另外一侧的西德人也涌进入口 好 在两边交汇 扔什么 扔巧克力 石珠花 啊 这个玩具熊 啊 这个都是在帮帮帮帮帮 敲那个小汽车 大家欢迎 甚至把这个客人汽车排烟的那当时那个浓浓的那种汽油味 他们把他叫什么 叫自由的芬芳 哎呦 那是狂欢 不认识的陌生人见了面就拥抱 甭管男男女女 这新认识的朋友痛饮香槟 德国当然还有啤酒 很多人眼里是闪动着泪花 当时什么情况 就东德他不有那个边防警卫吗 还有他那个国民军部队 连这个军队都被卷进这个热闹场面 一瞬间 这些士兵从看守变成了同欢同庆者 有一个军官接受了一个鲜花插在他的步枪里 那边又有一个军官 军官接受了一个姑娘的这个要求 这姑娘说呀 军官呢 把这个军帽送给我 这军官还有点秀达达 真把这军帽给这姑娘 当然这军官得到了一个kiss 还有那个负责防卫城市中心地带的英国军人 派出一支军乐队来到柏林墙跟前演奏啊 英国人还提供了那个大轿车 而且还是不带标记的大轿车 把这个游客呀 送来送去 送来送去 人们在涌进西德的同时 另外一些德国人是爬上墙头 那当时像野马戏那杂耍一样 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同胞啊 都拉上去 全是打这个微型手势 齐声大喊 大扎一旗就鼓噪啊 说把墙推倒 把墙推倒 而且还唱歌 唱我们必胜 这之后 这之后您就见到有些人 站在柏林墙上 开始啊 砸墙 拿什么咋 拿锤子咋 柏林墙 就在人们的欢呼声中 被糟开啊 有一位亲眼目睹此情此景的德国作家 这么写 他说呀 就像圣灵降临 就像天使张开了翅膀 柏林墙 自1989年党塌 共有28年的历史 二战结束后 根据有关协议 战败国德国 被美苏英法 划分为四个占领区 1949年8月14日 美英法的占领区合为一体 宣布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就是西德 同年10月7日 苏联占领区 德国东部也组建了政府 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及东德 最初 柏林市民是能在各区之间自由活动的 但随着冷战紧张气氛的提升 1952年 东西柏林的边界开始关闭 其实从柏林墙倒掉之前 打从1949年以后 好多的东德人已经开始向西德逃亡 到1961年 已经有将近250万逃进西柏林 那大量东德人经过柏林逃亡 当时叫叫西方 逃往西方 那个时候冷战时代 所以呢 矛盾的另一方 东德政府和苏联人 当时人无可人 所以他们就搞了一个小动作 但是这个小动作呢 在以后影响巨大 什么小动作 8月12号凌晨1点 2万多军队突然开到东西柏林边境 立刻就开始啊 修筑这个柏林墙 到13号凌晨 第一期工程全部完工 整个东西柏林被铁丝网全部分割 再加上路障 这柏林墙啊 算是正式树立起来 阻断来得太突然了 所以13号一早啊 很多东德人都在铁丝网前边 跟他们西德的这个家人啊 那就是哭天喊地 喊泪分别 很多人从此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面对的这个阻隔呀 还是逃选择逃亡 逃亡的方式啊 我发现也是发挥了这个德国民族 强大的创造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才说到 东德人当年向西德的这个逃亡 那真是花样百出 怎么说呢 我跟您说几招 有这个自制潜水艇的 话说1968年 有一个东德青年 他呀 坐潜水艇 拿什么坐呢 摩托车马达 配上他自个儿组装的钢板 他还有导航呢 压缩器体 都聚全 硬是自个儿在家里 造出一个小潜水艇 不过仅限个人用 一人使用小潜水艇 这个潜水艇 居然他能在水底下 航行了五个多钟头 就从西德那边 哎 冒出来了 其中 还没发生任何事故 这个青年当时他逃的这故事啊 至少有了一个作用 他没想到 到西德 他马上就找着工作 这家各个机械公司 发现这是一奇才呀 竞相聘用 他当设计师 听说 后来他还真的是在机械设计方面 大有成就 还有一个 走热气球 往西德逃 那是在1979年一个夜晚 从东德某个家庭的后院啊 升起了一个巨大的热气球 气球下边的这个吊篮里头 装着两家人 两对夫妇 还有他们四个孩子 四个孩子 这气球啊 完全是这俩家庭手工做成的 这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你想他要做成这么一个热气球 这俩家庭我看就成了两个小大学 自学成才 从什么材料学 工程学 气体动力学 气象学 都建立家庭实验室了 最后就在自家后院 造成了这气球 高达28米啊 后来啊 人家才查了一下 说你这个热气球啊 是欧洲历史上最大的热气球 所以啊 载入吉尼斯世界记录啊 这个热气球 不是从家里后院 冉冉升起吗 通过柏林墙的时候 警察 当然发现了 这警察目瞪口呆 这怎么办呢 就这里 开枪吧 这一开枪 一射击 这气球的牛 有这个良好的工艺 显示出来了 这个逃亡的这两家家庭啊 操纵这个热气球 一看打枪层三升高 升高到了2800米以上的高空啊 不但你这枪打不着 探照灯都照不着了 警察怎么办呢 呼叫空军支援 说你们赶紧出动 这空军说干嘛呀 找一个热气球 架给空军 让空军把这热气球打下来 您知道的是什么战机啊 苏联战机立马出动 但是 热气球 在28分钟的飞行以后 已然完成了使命 安全落了地 可是有个问题来了 就算热气球降落 谁也猫不准方向啊 这两家人 是飘了28分钟 可他们可真闹不清 咱到了西德没有啊 别不成又飘到东德了 谁也不知道 所以当时他们落了地啊 就躲在这个气球吊栏里头 全家人啊 不敢出来 就这么着 躲了24个小时啊 整整一天一夜 那时候你想他怎么办呢 这东德呀 西德呀 东德西德 咱们还是祈祷了 Oh my God 上帝 24小时以后 军人来了 揭开了气球 对这八个逃亡者 说出了他们盼望了多少年的话 你们自由了 这里是西德领土 在建造柏林墙的时候 有的地方遇见楼房 便以楼房作为了分界线 一面是东柏林 一面则是西柏林 于是 一部分的东柏林人 选择了最简单的逃亡方式 跳楼 而西柏林的人便展开床单 在另一侧接应自己的亲人 然而 跳楼逃亡没有持续多久 东德政府便将东德一侧的窗户封死 甚至推倒了东德境内边界地带的建筑 当然 成功逃脱的毕竟是少数 这个西德人呢 后来专门建了一个墓地 为什么人呢 就为了那些个翻越柏林墙被打死的人 建了一个墓地 很多这个十字架上面刻着的 就是死者被打死的日期 姓名呢 甚至是无名事 其中最后一个十字架 我给您念念 上面有这样的名文 古埃勒夫 二十岁 一九八九年 二月五日晚九十 试图偷越柏林墙 在朴福三个小时后 因触动警告器 被打死 据不完全统计 在该墙建立后二十八年间 有人采用跳楼 挖地道 游泳等方式翻越柏林墙 共有五千零四十三人成功地逃入西柏林 三千二百二十一人被逮捕 二百三十九人死亡 二百六十人受伤 从一九八八年开始 前苏联逐渐减小在东欧各国的影响 民主化的浪潮席卷东欧 一九八九年五月 匈牙利开放奥地利边界 打开了东欧国家与西方的通道 1989年6月27号 匈牙利的外长和奥地利的外长 在这个奥和匈边境 当然是象征性的了 简断第一节铁丝网 这之后 不久啊 一批批的东德人 就通过什么呢 他这曲线通过到匈牙利旅游的机会逃到奥地利 再从奥地利啊 逃到西德 新一轮更大的逃亡潮开始了 当时啊 有这个在德国的中国人曾经回忆 说那段时间呢 几乎天天都从电视上看到这样的镜头 成千上万的东德人 借着去匈牙利旅游的机会 越过匈牙边界 进奥地利啊 然后再从奥地利奔向西德境内 西德对东部的这个同胞兄弟敞开怀抱 来者不拒 捷克首都布拉格 同样也成了东德人逃去西德的通道 一群一群的东德人就开车到布拉格 把车扔在大街上就跑啊 跑到西德住布拉格的大使馆 成年人们就先把这个孩子和玩具熊 举过栏杆送过去 送到使馆的这个后院 然后这警察的得得得拦他们呢 趁着警察没赶到 这成年人自个也翻枪而入 这时候警察赶到正在爬栏杆的人 拼命的这个警察就把他往下抓 院里的人呢 就拼命的把那墙头上的人往院里拉 卷下两边拉锯 有一位西德外交官形容 他在使馆过夜的时候什么感受 说整个楼房翻江倒海一般的 1989年9月30日 西德外长菲蒂杰克首都布拉格 他宣布在那里的东德人将获准移居西德 话没有讲完 欣喜若狂的听众就爆发出 正正欢呼声 跑到杰克大使馆的东德人 在坐着火车进西德 哎呦 这火车载着这些个乘客 轰隆隆驶进西德的边界的时候 这车上的这些东德人呢 齐声高呼 自由 自由 就这么着一列列转车载着成千上万的叛逆者奔向西方 这使得东德的局势更加动荡 人民有呼声啊 要求开放边界 自由来往 要求两德统一 这种呼声越来越高 东部各大城市不断举行游行集会 广场上有那个群众讲坛 教堂里有自由辩论 都是吸引很多普通市民来听 就德国那个莱比锡市渐渐形成什么呢 每逢星期一的下午 人们就上街游行 成了这么一个势头 喊什么口号 就东德的民众 喊我们是人民 更要喊什么呢 我们是一个民族 还有什么呢 就德国统一的祖国 这种新口号 有这么一天 有一个青年人 看着像个工人 跳上市中心广场的讲台演讲 他怎么说 我是一名电工 去过几次西柏林 在那边我认识了一个同行 他带我参观他的工厂 那里的工作环境是多么的优越 那这一切我们同样需要 因此我主张尽快统一德国 统一的德国 这演讲话音未落呢 又冲上了一个妇女 这妇女怎么聊 说西柏林的确好 富足文明是美不胜收 但是我认为应当把他的长处 用来改革我们的国家 他这种观点 代表了一部分中高级知识分子的意见 尽管他们也是不满东德政府 但是他们希望通过改革 挽救这个国家 而不愿意看到东德消亡 所以这女演说家是这姿态 可是女演说家还没讲完呢 听众 轰抄起来 事态进一步的变化 11月4号 东柏林爆发了东德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悠性示威 你想他们国家总共是多少人呢 近百万人走上街头啊 11月9号这一天 东德政治局每天例行的那个招待会上 出席招待会的政治局常委有这么一位 叫什么名字 沙波夫斯基 沙波夫斯基套出一张纸 宣读什么呢 新旅行法草案的内容 然后呢 宣读宣读吧 他好像是顺便说的这么个语气似的 说了点这话 说私人出国旅行 今后无需说明理由 那有记者就问他 说要什么时候开始 沙波夫斯基聊了 按我的理解 该法从现在就生效 立即生效 当时是下午的六点五十三分 其实啊 当时这个新草案并没有获得通过 但是世界各大通讯社几分钟后 纷纷转发这个消息 都是什么标题啊 民主德国开放边界 柏林墙不复存在 这么着 十一月九号当天晚上 东德的民众 凿开了柏林墙 涌进西德 后来 很多共产主义世界的 这个很多历史学家 都认为 造成这一切的 是谁啊 是前苏联的 戈尔巴乔夫 1985年3月 戈尔巴乔夫上台 上台后的戈尔巴乔夫 开始对苏联的内外政策 进行调整与改革 有人说 正是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才导致了东欧巨变 乃至苏联的解体 要聊二十年来 东欧的巨变 和苏共的垮台 这个 无数历史学家 政治家 有他们分析 太高深 咱搞不懂 我只是一直啊 对咱们的老朋友 戈尔巴乔夫同志 比较感兴趣 有人说呀 戈尔巴乔夫 输给叶利钦 输在哪 输在喝酒上 大家都知道 戈尔巴乔夫不喝酒 叶利钦是酒鬼啊 所以俄罗斯人感觉啊 更喜欢叶利钦 你看哈 1985年的5月 戈尔巴乔夫 你看他就不喝酒的 他颁布 关于消除酗酒的措施 成了原苏联历史上 第一个下令禁止饮用 沃德嘎福特加的领导人 可是这政策在苏联有可行性吗 俄罗斯人没什么也不能没酒啊 尤其是大名鼎鼎的福特加 所以这禁酒令一出来 导致全国性的食堂断绝 哎 这那么禁酒堂没了呢 因为人们抢购白糖 在家里私酿白酒 为了解馋呢 甚至有人开始喝那个古龙水 都都喝你说这个俄罗斯人 甚至是洗指甲的那个水 只要含有酒精的有毒液体 他们都喝 最后 戈尔巴乔夫没辙了 不得不放弃了禁酒令 这家伙要再禁下去 全国人民能给毒死 在电视上 戈尔巴乔夫还给支持禁酒令的人呢 讲了一个笑话 什么笑话 说人们排起长队买福特加 有一个人实在忍受不了了 就说我要去克里木利宫 杀了戈尔巴乔夫 一个小时后 这位回来了 那么扔在排长队的这些人就问他 说你杀他了吗 他回答说 杀他 那排的队比这还长呢 1991年 叶利钦签署命令全面终止前苏共活动 前苏共就此被迫解散 1991年12月25日 苏联正式解体 据说 叶利钦是在电话里头通知戈尔巴乔夫 苏联已经解体 你必须辞职 这家喝了沃德嘎的口气 很强硬 不用争辩 这么强硬的叶利钦 在电话那一头 电话这头的戈尔巴乔夫 老哥 无可奈何 无计可施 那怎么办 就只有提待遇问题了 他辞职辞职 那待遇怎么样 好 这戈尔巴乔夫提什么待遇 退休金的 保镖啊 秘书啊 汽车呀 别墅啊 等等 这家叶利钦听了之后 据说当时非常恼火 就在电话里喊 俄罗斯人一恼火 这就喊全名 米哈尔西尔盖诺维奇 戈尔巴乔夫 我们是在讨论国家和人民的命运问题 而您却提出退休金 我们会给您退休金的 一个月四千卢布 1991年12月25日 戈尔巴乔夫辞去了苏联总统的职务 履行了苏联解体的法律手续 当晚在克里姆林宫上空 飘扬了74年的苏联国旗 缓缓降下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历史 宣告终结 苏联解体后几年 俄国的经济陷入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 当年不是答应给戈尔巴乔夫退休金四千卢布吗 可是后来这卢布贬值到什么程度 四千卢布连一美元都不值 你说你让人戈尔巴乔夫怎么活 1998年俄罗斯发生金融危机 戈尔巴乔夫存款的那银行倒闭 他算是彻底破了产 不过钱的问题 好像没拦住这位曾经的苏联总统 戈尔巴乔夫连续接拍广告 您知道他接拍什么广告 包括这个必胜客披萨连锁店 美国Apple苹果电脑在内的电视广告 此外还怎么挣钱呢 走学经常到世界各地演讲 每次酬劳都在数万美元以上 这得换多少卢布 还有写书也能挣钱 跟咱这明星一样 戈尔巴乔夫收入一个 另一个重要来源写书 人家说有个更戏剧性的 2007年7月30号 俄罗斯很多媒体都刊登了这么一幅广告 照片呢 照片上戈尔巴乔夫穿着细条纹西服和大衣 坐在老式的黑色汽车的后排 握着车门的把手 神情显得挺木讷 而且这个动作也很僵硬 在他的身边 放着一个行李包 路易威登的行李包 而透过车窗 他看到的是破败的柏林墙 initially保订阅 新移民战尔巴乔夫 新移民战尔巴乔夫 新移民 meter 东德和西德统一之初 我们还见过不少新闻 就是有些东德人抱怨 统一啊统一 但是统一没有带来想象中的繁荣和发展 甚至有的东德人呢 怀念其以前的时光 现在二十年后的今天 听新晋从德国回来的人讲 说你现在已经不大容易能分得出 谁是东德人谁是西德人了 刚刚统一的时候 有分别的都有个称呼 西德人被称为Wesi 就W-E-S-S-I Wesi 我读的不一定准 那东德人呢被称为Osi O-S-S-I 那个时候呢 这东德人不叫Osi吗 Osi一眼就能被区分 就知道你东德的Osi 因为他们什么打扮吗 轻易色的穿着水洗布的牛仔裤 而且那个饰影明显来自俩国家 您猜哪两国家 中国和俄罗斯 而且他们的打扮喜欢正式的套装 还喜欢穿风衣 可是你到今天看 这衣着上的差别完全消失了 有经验的老人啊 您现在只能从他们的这个姿势 举止和其他特别微小的生活习惯 才能分得出一个德国人 他曾经是Osi还是Wesi Zither Harp 接下来请观赏金桥名人面对面